秦国名将白起 签字文中将他与连颇李牧王俭 并成为战国四大名将 白起列为首位 白起任秦国将领三十多年 功成七十余座 被封为五万军 为秦国统一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封功伟绩的背后却是白骨累累 据史记不完全统计 公元前293年灭韩卫联军24万人 公元前274年斩赵卫联军13万人 公元前274年逆杀赵军2万人 公元前265年攻打韩国斩首5万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 坑杀45万89万人 这是不完全统计 实际上白起一生从未打过败仗 所到之处无不攻城掠地 乃至六国之人听见白起之名都不寒而栗 可以想见白起一生所杀人数远不止89万 纵然千古以来中国历史名将被处 但白起的杀人记录无人打破 著名的长平之战 面对已经投降的赵国全军将士 白起单行有后患 受降之后一次性活埋赵国香兵40万 连同此前斩杀供给45万 仅送弱小240人归杀 长平之战后韩兆两国很惊恐 携重金游说秦国丞相范军 在这样下去白起的地位定在丞相之上 范军嫉妒白起盖世之功 竟在本科乘胜追击时劝秦昭王罢兵 史记记载白起从此与丞相范军不合 第二年秦昭王又想攻赵 白起于是称兵不起 秦昭王只好另派将军攻打照顾邯郸 但损兵遮将 秦昭王只好再去找白起 白起表示邯郸不好打 不能去 此后三番五次九宫邯郸不下 无论秦昭王和丞相命令还是请求 白起始终称兵不去 秦昭王大怒派使者持剑 命白起自尽 表面上看是白起和秦王的任性赌气 导致秦王一怒之下赐死白起 有人认为白起和韩兴一样 统兵无敌但情商太敌 也有人认为白起之死 和丞相犯剧的推薄助澜有关 甚至还有人认为白起功高盖柱 赏无可赏风无可风 纵然继续挂帅 最终也难逃一死 但是白起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白起自问钱 曾仰手问天 悲叹道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得罪了上天 以至于有这样的下场 沉思了许久 白起的临终一言是 我本该死 长平之战照过投降了几十万人 我却使诈把他们全部活埋 仅此一条就足够让我去死啊 说罢 拔剑 滋味 此时 据长平之战 仅过去三年 平均默化封喉事 一将成名 万古库 古今沙场 几人还 将者几人 能善重 抖音